2024金融風暴 可能就是它 美在ETF主身段來臨 大家可以發現到2004年開年以來 股市也好 債市也都拉回來了 所以這時候美在ETF會不會買 為什麼金融風暴會導出 美在ETF的主身段 今天彈金量非常高 一定要看下去 人生彈斷幾個球 不醉不罷休 東邊我的美人 那是天荒河流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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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來看一下 投資幣休克 2024金融風暴 可能就是它 美在ETF主身段來臨 登登登登 哇塞 欸 欸 我很想問老師欸 欸金融風暴是什麼原因啊 是什麼啊 為什麼是它啊 誰啊 還有重點是金融風暴來臨了 反而可以買美在喔 蛤 是什麼時候要買 欸 我要問一下三葉專業分析師 好不好 第一位 吃的專家 也是標股的專家 專家 也是唱歌的專家 玉凱老師你好久沒唱歌了 很久沒唱 請教一位 林玉凱分析師你昨天沒唱嗎 是 大家好 你唱什麼歌 唱什麼歌 聽說你在那個 小尾牙那個要唱一首歌 你先唱一下 欸有嗎 真的嗎 那唱什麼 那個愛江山更愛美人是吧 這麼老的歌怎麼會cue我唱呢 你敢在 你敢在慶 你敢在慶公園那種地方唱 那就可以唱的啊 對 人生短短幾個秋 不醉不罷休 東邊我的美人那溪邊黃河流 來啊來個酒啊 不醉不罷休 抽情凡事別放心頭 欸不錯耶 很厲害喔 然後康瑋老師說 啊酒 我連酒都想歌了我告訴你 餓肚子餓很久啊 對啊 好啦現在應該沒餓了 所以一凱老師那個 真的今天唱得不錯 而且聽說你在唱歌 到時候還有surprise 還有人可以幫你辦一首 蛤 哇 好高規格喔 高規格耶 還有聽說可能要五六個辣妹幫你辦一首 哇 太好了太好了 據說啦 好 小鼠大鼠 16888 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嗨 我們節目就是嗨 到時候我的影片 那個我要偷拍下去 放在康哥 放在康哥 IT 上面 好 來 來 這個 加拉拉LINE 怎麼叫 手機拿直的 對 然後有標題嘛對不對 對 點我們影片標題 然後點影片標題 怎麼樣 老師的LINE就出現了 連結就出現了 電腦版也可以 就直接點標題就有連結了 對啊 好不好 這玉凱老師 好不好 第二位 昨天餓肚子餓很久 哎呀 應該不餓了嗎 哎 得 林漢偉老師 你好 昨天講到很大舌頭 對啊 應該是不餓了啦 這很難講 哎 他是不是有打設想要吃 什麼時候吃那個 昨天那個Visotan 應該 可能這幾天就會吃了啦 自己就聽了 對啊 連結給他 被剩太久了 應該要報復喝 我目前為止最好吃的 對 喝個兩碗三碗來 保一下負啦 好 那 但我覺得現在很重要 就是說 因為大家可以發現到 2004年開年以來 股市也好 債市也都拉回來了 所以這時候 每在一天我們都那麼滿 我們今天就要請我們的 維泰老師來幫大家分析喔 好 維泰老師來幫大家分析喔 對的 請到第三位 來講 漢偉老師來講 小屬PST1688 漢偉老師是 其實他 你不要看他節目上喔 他節目上看起來很實在 私底下更實在 很憨厚一個人 像玉凱老師怎麼樣 節目上 跟私底下跟檯面上 都是一樣愛吃 啊 是啊 不是要講好話 粉色的出演 好 我發現什麼 節目上很多話 私底下很少話 有可能嗎 吃是節目效果 對 餵吃而吃嘛 所以你私底下都不吃 我私底下本人沒有那麼貪吃 你看 看你的身材 這是人 你看看他的身材 再看一次 放大 哎呦瘦 放大 搖身搖身 有沒有 這身材也是不錯 是這麼大 這個要放大 看他肚子 你看得到嗎 好啦 不要理他啦 好 開玩笑 請教第三位 維泰老師你好 阿川老師你好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為什麼金融風暴會導出美在ETF的主身段 今天這個節目的含金量非常高 一定要看下去 重點 老師還要講一個重點 為什麼會金融風暴 是什麼原因會讓金融風暴 像華爾街已經有這個謠傳 就是這個原因會讓 台灣股市 讓美國股市金融風暴 讓美在暴展 為什麼 來請教維泰老師 που ppy 你這個節奏感也不錯 比我好一點點 好不好 那我們要跟玉卡斯PK 一下你唱歌你還ale不錯聽 不行 我跟他比差太多了 他真的不錯 不行 他是專挑製的 Pロ級的 他是Pロ級的 好吧 好吧 阿斯我們看一下金融風暴 什麼原因會讓台灣股市 讓美國全世界景氣可能金融風暴 來阿斯這樣 好 哇這個 馬上就直接切入主題 到底這個所謂的金融風暴 是在指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美國的商辦大樓啊 這個貸款可能會出現違約潮 而這個違約潮就很有可能會掀起金融風暴 是 好 那空穴不來風啊 釋出必有因 知名的商業地產商布魯克菲爾 他在去年先後發生了 兩個在洛杉磯的辦公大樓 跟華盛頓特區12棟 的商辦大樓的一個貸款違約事件 那麼這個總違約金額呢 高達9億美元 12核新台幣大概是292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地產商布魯克菲爾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來我們往下看 布魯克菲爾 他是一個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 那專注於房地產 還有基礎建設跟風險投資 他們總共擁有將近有2000億美元的房地產 所以他可以說是在這個美國房地產市場當中 扮演這個舉足輕重的一個角色 好像多了2000億美元 對 哇六個這台幣 沒錯 沒錯 可是這麼有角色的 這個角色扮演的 這種很角色 很角色的這個所謂的一個資產管理公司 有問題了 爆發出來 對 卻爆發出來 剛剛所看到的華盛頓特區 或者是洛杉磯 這個所謂的一個 這算很好的地方 對啊 應該是一級 就一線的 A級的辦公商圈 是啊 他竟然能夠 竟然會出現這種所謂的一個 貸款違約事件 台灣台北市什麼叫A級商辦 A級商辦就是每一坪 3000塊的租金 對啊 我以3000塊而已 租金講清楚 100坪就30萬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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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很貴了 好像是商辦 我想說二樓以上的商辦 要了解 叫A級 3000到3500 你要用這個定義 所以A級的商辦 好 這邊給大家一個數字 華盛頓特區的12棟商辦 他在2018年 他的平均使用率是79% 還好 當時呢 這個所謂的商辦的貸款 每月的還款金額 大概在30萬美金 可是呢 時間來到2023年 就是在去年我們看到 這個商辦 是疫情後應該人潮回流啦 對 理論上是 Walk from home 應該結束啦 看有沒有結束 我覺得一部分而已 有些還是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就還是習慣在 在家裡上班 對 所以呢 這個 華盛頓特區的商辦的平均使用率 只來到52% 更扯的事情是 每個月的還款金額 竟然高達88萬美元 為什麼還款金額越變越多啊 這個就要問鮑額啊 對不對 為什麼 利息啊 對嘛 因為利率一直往上做增加 房子也沒增加 對不對 像我們台灣的那個所謂貸款利率 也是往上做增加 我們這個房貸主每個月要付出去的那個利息啊 也就是比去年要多很多了喔 哇 不再降息就慘囉 人家講沒錯囉 對啊 這個 這則是一語重地啊 如果再不降息就慘 問題是降息真的能夠解決嗎 你趕快看下去 看下去 趕快看下去 你想像這種偶爾耸聽的故事蠻會講的喔 偶爾耸聽 說鬼故事專長 對 用數字來跟大家就說明好嗎 美國的商辦閒資率剛剛看到了 剛剛是華盛頓特區喔 但是呢 如果說就整體來看 我們的目的 這個投資機構目的 他在最近的一個報告指出啊 去年第四季 美國主要城市的辦公室的空置率 已經來到了19.6% YOY是4.2%好像不多 但是卻是創下1979年以來 開始統計以來最高紀錄 嗯 OK 好 那這時候呢 市長就開始說估計 預期在2030年的時候呢 將會有3.3億平方英尺 大概是924萬坪的商辦空間會閒置 那相當於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華盛頓特區的什麼 所有辦公室的總面積的總和 OK 甚至呢 他們甚至還推估說 每個月很有可能 至少就會有5座 甚至到10座 辦公大樓面臨到違約的一個風險 那因為使用率過低嘛 那麼這些這個即將要到期的債務 就必須要用 較高的利率去做一個債融資 那較高的利率去債融資的話 當然第一個就是 我承租的人 我就要稍微衡量一下 我有沒有辦法負擔剛剛那個 每個月88萬 從30萬到88萬美金 哇塞 得那個所謂的租金 1000多萬每個月 對啊 因為我之前借的錢 因為我還不了這些債務 就好到期債務 我要一次還金 沒辦法 我只要借新的債 可是借現在 以前可能2% 現在5% 6% 7% 有可能喔 對 那廠的租金更高了 對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 在這個美國 潛在的危機 潛在危機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好 那華爾街這邊已經有人看到這個危機 開始事情 2024年最大危機 來了 就是什麼 商辦 商辦可能就是衛爆彈 好 根據商業地產分析公司 Green Street分析 美國商業不動產價格 已經將2022年的高點 下滑了16% 已經超過了2020年 新冠疫情期間的跌幅11%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當時呢 回到那個疫情前 對 當時是這樣子掉下來 不過很快就往上上去了 我要講一個八卦你知道嗎 因為我看商辦看了再三年 台北市商辦是一直往上 根本沒有回頭 對 台北市那個利用率太高了 所以利用率很重要 供給跟需求 因為美國 因為台灣可能還不留情那個 WFH 就是在家裡上班 可能這個原因 或者台北市地下人稠 有關係 那美國商辦 我覺得至少台灣台北 不要擔心台北市商辦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風險 我看那麼久 我看三四年的商辦 台北市商辦完全沒風險 可是美國商辦看起來風險蠻高的 因為價格下滑了 說真的台北市商辦 嗯 我覺得各個區 他們的交通都算方便 對 到交通方便的情況之下 價格就比較 不容易會出現這種 所謂的一個往下掉 有夠硬的 而且很多都是地主啊 根本不在乎 飯的我也沒差 是 有夠硬的 嘿 不好買也難 不一定好賣 可是也很難買 對 不好賣更難買 好不好 要需求更難買 這我看了三年了 我看了大概幾十家 我看100家 所以台北市商辦你不要擔心 可是美國商辦 這就不對勁了 可是美國商辦會不會影響到 整個螺旋式的一個循環 或者就是說 蝴蝶效應 看起來是有機會 老師 南京據說 所以哲哲你還不要看一下 美國的商辦 沒有時間我會坐過去 這樣看 哈哈哈哈 飛過去 好 我看價格就好了啦 好不好 我往下看嘛 看價格就好了啦 對 秀才不出門 能知天下事 是啊 老師這樣就好了嘛 好不好 你就告訴我們這些 所以就需要老師你的存在啦 來 好的 好 這個也不錯 這蠻漂亮的 金幣輝煌 金幣輝煌 對啊 對啊 這是不是形容 什麼樣也不過 我以前 欸 我都想在這邊上班的 波士頓 這不錯 好 所以說 好 這個波士頓金融區A級上班 龍蝦 波士頓龍蝦 對你們知道 給亂破了 沒有啦開玩笑 波士頓龍蝦真的好吃 它龍蝦其實有點是熬蝦 有時候熬不未 比那個龍蝦好吃 比身體不未好吃 不然就因為一開 你喜歡吃波士頓龍蝦嗎 不喜歡 因為你覺得它不是真正的龍蝦 我覺得波士頓龍蝦還好 它的肉質沒那麼好 要吃七彩龍蝦 七彩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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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野生的七彩龍蝦 一直這麼大 是哪邊 哪邊慘的 哪邊慘喔 沒有 那麼大的那我應該有吃過 那麼大的 我跟你講太大的不好吃 有時候太大很老 它那個大的很好吃 而且要做生魚片 要做生的 澎湖就有 水姑娘也不錯啦 水姑娘也不錯 好不好 潘文老師你的肚子餓了 沒有 現在沒有餓了 吃飽還來的 我看破紅塵了 看破紅塵了 來 來你聽說 波士頓金融區域的這個A級商辦 2019年當時 價價是8.2億美金 但是到了去年 2023年的時候 價價只剩下3.3到3.6億美金 狂跌了近60% 就是因為在整個商辦 它的一個需求明顯下降的一個原因 這個是在這個商辦需求導致 單薄品價格直直落 好 那單薄品價格直直落會怎麼辦 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 就是跟銀行有關係 因為呢 聯準會快速升息利率跟什麼 跟借貸成本大幅度的一個飆升 那我們知道不管是就是中國或者台灣或者是歐美地方 這種在玩這種房地產的這個相關的投資 基本上槓桿都開很大 就是說它的一個就是都去用跟銀行去做貸款 做融資 然後借很多錢 所以一旦這個利息往上去做一個走高之後 歐美跟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比較少這種三半夜市 很多地主 歐美就是我就是一家公司 專門做三半的 然後我也是來借錢 借錢在買公司 在買房地產買這些三半 他有點像是空手套白狼的感覺 空手套白狼 空手套白狼 那債務成本的隨著 老師你可以形容一下空手套白狼嗎 空手套白狼 聽說你私承詠春 哈哈哈哈 那是空手入白刃 好好好 白刃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 不過我覺得可以編帶斷的 空手套白狼就是 就是可能沒有準備什麼資本 他就做很大的生意 做買空賣空男 對啦 對啦 怪怪怪的 開玩笑的啦 我當然都知道 好好聽說 好 因為一路升行 債務成本就大幅度的跳升 這個再來就是 因為新冠疫情改變很多的工作型態 包括像紐約 多仁多 倫敦金融中心 過去的商辦租金高疑問難求 但是疫情之後 這個遠距商辦 形成一股風潮 所以很多的公司到期又不續租 或者是僅租一半 那導致商辦需求低迷 出租率下滑 這個是 這個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需求的下滑 所以 歐美商辦危機這邊 也開始燒到了銀行 為什麼 以美國銀行業來講 商業不動產的貸款拖欠金額 到2023年第二季是137億 到第三季已經來到了177億 到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億美金 OK 那這樣子會造成什麼樣的連鎖效益呢 首先第一個 商辦公益過剩之後 貸款成本過高之後呢 有一些怎麼樣 有一些這種所謂的一個 就是去租商辦的人 他為了不想繳貸款就擺爛 或者是 那個商辦業者 商辦業者 對 不想繳貸款 因為或者是他根本就繳不出來 對 他就只好去做擺爛 你的租金也不夠我付那些 對啊 那些貸款 對啊 然後就使得貸款違約率會升高 那如果說他沒有要繼續租 那直接要把他脫手的話 那會導致什麼 房地產的價格會出現下跌 那房地產價格出現下跌的話 就導致銀行手中的這個 擔保品的價格就下跌 嗯 那銀行的壞帳呢 就會越滾越大 那銀行無力承擔之後就會 醞釀這個所謂的系統性的一個風暴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發生之後呢 按照我們過去的一個經驗來看 聯準會他就會出手 降息舊經濟 那聯準會出手降息舊經濟 一旦降息 美債的價格就會往上做走高 就有幾月分數了 現在講美債了好不好 欸 桃管事件很問題 對啊 Visotan比較好吃還是 這時候就是昨天那一家 共玩家Visotan最好吃 欸我們跟大家講啊 補充 維太老師的鬼故事之一 因為其實去年11月份 這個美國一家非常有名的獨角的時候 叫 WeWork 共享辦公室 倒閉了 那大家知道說他2011年到這個最高峰的時候 市值來到470億 倒閉的時候剩下4400多萬的美金 他最大的股東是誰 軟銀的孫正義 賠了100億的美元 所以軟銀的孫正義為了這件事情 把他旗下最賺的小金錢安摩去美國上市 也代表說 這個所謂的一個商用辦公室 已經看到一個大家的公司倒下來 真的大家是可以掉以輕心的 重點是你看喔 這個等於是那一種 不 為什麼有金融危機 等於你覺得不可能會發生 才會有金融危機嘛 通常是這樣子 你看連孫正義都看錯的事情 嗯 孫正義都覺得會錯的事情 那代表很多人可能在這個商辦這邊 看錯很多東西喔 好不好 這是老師講的重點 維太老師 那個 你的位置上有個美女問問題 來 老師因為剛剛有提到 台灣如果有商辦的違約比較 機率比較低嘛 那台灣有沒有類似的 比方說像農地啊這些有可能嗎 呃基本上銀行 銀行程座 昨天 昨天 昨天還覺得程康他不錯 今天問這個問題很奇怪 他可能有時候比較 腦子都是披壽湯啦 不是他比較少認識的去成縣啊 對啊 不是他他是搭上時事 對 好好好 因為最近農地啊 學生住宅啊 好好好 那個時事他可能有搭上這個 欸這有沒有說 選舉的行程喔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在 農地有沒有問題 欸對對 他簡短兩句話打發他好不好 喔喔 其實農地貸款 銀行承坐的很少 對啊 代表很多都很有錢啦 你我跟你講這跟股票 為什麼股票 比如說很多選舉錢啦 很多選舉錢有沒有行情 你管那麼多 你用現金買就好了啦 因為農地的使用 使用有限 是啊 對所以說你開發效果有限的情況之下 不會有人去買農地去跟銀行貸款 那不會有貸款就不會有槓桿 不會有槓桿就不會有失敗 很多人在股市失敗是槓桿的啦 就很多人現在怕什麼選舉 有沒有什麼幾顆子彈 或幾顆飛彈 你不要管那麼多嘛 其實你現金買下去就不用怕了嘛 到時候都會彈起來 這種非經濟藝術的 都會彈起來 老實說沒錯吧 所以這個 降息又舊經濟 美債會漲 來講一下美債囉 來 好我們看一下 危機其實已經迫在美債 怎麼說呢 莫克斯丹利指出 現在預計 2024年到2025年就會有 1.5兆美金的商用不動產 貸款即將到期 那如果有大量的債務違約 那小銀行就可能會面臨到 所謂的倒閉風險 所以大家現在非常擔心 會不會重演2007年 那個時候的金融危機 是難怪 我說你知道為什麼 費德現在討論在降息 對 說不定看到這些危機 是 他應該是有注意到 有注意到 所以我再看一下 好這個是當時 這個 美國商業貸款的違約率 在商業注意的部分 跟美國的這個 基準利率的一個對照圖 當時可以發現到 這個 基準利率 當時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這時候呢 到同時間 他的一個商業貸款的違約率 開始往上做一個衝高 衝高 衝高到一定階段之後呢 他覺得 苗頭不對 他必須要趕快降息因應 所以他就啟動一連串的一個 緊急的一個降息的一個措施 緊急降息的措施 可是來不及了 已經違約了 對 沒錯 還是持續往上做一個衝高 那這一次呢也是一樣 這次其實 他現在的 老師不好意思我來對一下 來 這個相對點 他降息這個時候 已經急速升高了 對 沒錯吧 對 這是違約率從1.5到3了對不對 對 老師你看一下 對 好 現在 那現在又是類似的情況 看這個美國的基準利率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OK 這個地方 可是如果急速上來就來不及了 對如果說這個又再從歷史重演一次 又再往上拉高 那他就必須要幹嘛 就需要迫切性的去做一個降息動作 避免這個所謂的美國商業營養貸款違約率 快速升降 老師我們重複一下 我那時候違約率3% 你已經急速上增了加1倍了 你不要想說違約率9%才金融風暴 沒有 這邊3%的時候其實降息代表金融風暴來贏了 對 所以現在違約率 現在已經慢慢的 要增加0.8 所以增加到1.5 快速過去 看左側的 那個頭已經翹起來 右側是看利率 頭已經翹起來 等到這個翹起來了 來不及了 那時候就會真的降息 尤其是寬降息 而且老師這種降息這麼快 美債好像就會噴出去是不是 對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看下一張 當年準會降息的時候 美國的公債 他的報價就往上做走高 所以這個當時 紅色這個是美國的基準利率 然後呢 這個黃色是 20年期以上美國公債的ETF OK 看到他在這個 降息的時候 那個開始降息的時候 一開始 在這邊第一階段是 從停止升息 到準備降息這個階段 當時呢 這個ETF的報酬率 就有高達百分之17.74 對 那就像現在一樣啊 對 現在就最後升息到開始降息啊 對 可是你不要看 最近有漲了10% 20% 現在如果嚴格來說的話 從最後一次升息 如果現在就開始降息 他沒有漲喔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要補漲 如果我們上月降息 基本上還有10%可以漲啊 對 是不是 如果按照過去的機率嘛 對 按照過去的一個情況 老生居強 對 所以如果說按照我們當 我們之前講的這種所謂的一個技術分析理論 現在才可能只是初升段 而且真正開始降息的時候怎麼樣 哇 暴凸率更會往上做衝高 就是我們剛說的初升段 哇 那等到最後摔退的時候還在漲 可是這已經 一點點肉給你要吃了 就是末升段了 這邊也有 2018年有沒有 2018年 對 一開始是小漲13.7% 後來正式開始降息之後的 美債ETF的報價漲更多 將近30% 所以老師我們拉遠一點點 所以老師這個講到的美債 怎麼樣 這是美債的價格嗎 一降息以後 老師美債就狂拉 對一直往上走高 一直往上做走高 然後你看一降息的時候 你看美債就狂拉 一直往上走高 所以這個美國公債ETF 所以你如果 你覺得這個金融方法講的是真的 你也認同 嗯 那就什麼吧 就買啦 就買美國公債賺更多 如果你不認同 可是你覺得 或者是你覺得 小提大做 可是為了怕預防萬一 可能不得不降息 欸 美債也會噴喔 是 只是拿一種噴法而已啊 就是降息它背後的原因 到底是這個所謂的 比較急迫性的 這種所謂的違約 或者預防 或者預防違約 對 都會降息 欸 所以老師買美債蠻多保險的 嗯 來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老師來 你繼續說 好看一下 這個是剛剛的那個 比較細的說明 就是說欸 來 2018 年 12 月份 最後是升息之後到首次降息 然後再到 2020 年 3 月份 最後一次啟動降息 啟動 QE 到 2021 年 3 月份 出現通貨疑慮 我們看到 那剛剛也是用 TLT 我們現在是看那個元大跟國泰美戰 對我們去做這個 一個是國際版 一個是台灣版的 對 喔 如果以 0679 B 元大美戰 20 年來看的話 如果說按照當時的一個時空背景來看 它的一個漲幅是高達 12.72% 最後一次升息 像是最後一次升息到降息前 可是像最後一次升息到降息前 累積起來 還沒有賺喔 是 還沒有賺 你不要看彈起來 是累積起來 所以我們其實還是有反彈空間 對 老師那真正降息的時候呢 好 哇 30% 開始降息就將近 30% 嗯嗯 就就是 大概就是 出生段大概是兩倍 好 兩倍左右 這是台灣版的 所以已經知道結論 如果你真的那麼有降息 你也覺得這個危機哇 多層保險 你看老師有去買保險 我跟銀行買保險 保險都很貴 你可能有時候跟他對讀啊什麼 可是這個東西不用啊 你就買美債 真的萬一有風暴 反而噴出去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下一個 老師這結論呢 您說 好 情境一 如果商辦違約潮 有被有效控制 那林準會呢 會密切觀察 高利率的政策 所帶來的一個 滯後效應 那麼 年底才要緩步的一個降息 那這時候呢 美債 ETF 就會震盪走高 嗯 那如果說很不幸呢 商辦違約的風暴開始擴大 那很可能會造成系統性的一個風暴 這時候就會逼著林準會 不得不快速降息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美債 ETF 就會快速的一個噴出 對好 噴出 緩步噴出 急速噴出 那最後呢 所以 無論如何 當年準會宣布啊 這個暫停升息到啟動降息的循環 就是現在這個階段 是 美債 ETF 都很有機會上漲 所以現在應該就是一個蠻不錯的買點 好 是情經一情經二嘛 對老師做的 還有我們整個製作才能做的 老師我再補述一點 很多人覺得 那這樣子都會漲 欸他有一種情況啊 通膨再起嘛 然後再升息嘛 是 然後再升息以後美債會崩啊 崩了以後怎麼樣 好你敢升息對不對 三半違約的風險更大 是 遲早新冬風暴 對 所以歡迎你來升息啊 好 這時候美債賺更多 可能會破底 可是反而是好買點 反而有機會崩盤啦 好不好 這在講沒錯吧 是 所以其實如果敢升息也是情經二 反而到時候會加速的一個 違約風險 會加速一個金融風暴來臨 美債ETF到時候會先跌再提速噴出 好不好 老師這樣有沒有道理 是 好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哇 今天好專業喔 對啊 只是我們製作單位今天字卡太多了 不過很專業喔 好不好 所以謝謝老師 那一卡是不是學到什麼東西 整套的 有學到 而且我認為他有可能會提早做預防性的降息 所以3月 因為今年11月要大選了 對對對 他們要大選了 容不得一點風險 我怕拜登忘記今年要選舉啊 他應該沒有那麼失智吧 這蠻好笑的 那麼失智嗎 我感覺這好爛的喔 對啊 都知道通膨打不定通膨 好來 來 漢偉老師您怎麼說 來 有沒有學到 有 不錯喔 這標題很漂亮喔 2024年金融風暴 就是它啦 好不好 可能就是它啦 如果萬一發生的話 反而美在ETF的主身段 來臨什麼時候來臨 我們講得清楚 我們覺得又專業又有趣的節目 一定是我們的啊 所以怎麼樣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晚間8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244教學影片 最好是的話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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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漢哥 老師哥 神聖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17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惡意中 犯狼股 誰又可以要在壞毛病 開始搶打 風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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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是自由 誰能快地告訴我 你會好 不要讓情緒錯過 怎麼答覆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黑暗季 我確實貿易中 I know 看過 看空出下的球 都沒有 這沒錯吧 右邊是手 賣酒盆 賣酒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17 瘋狂股市福利社 底鍵告訴你 這個導動 對不對 最最高 沙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 free free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 free free 喔